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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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来喽 来喽 张宝 你怎么还骑着叔叔脖子上去了 没事没事 没事 叔叔让我骑的 没事没事 来 来 进来 进来 快下来快下 哎 没事 让你骑着骑一下 没大没心 来来来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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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们就这样 亲爱玩这个 来来 进来 我 我进去了 待会儿就走了 不 我本来想 让杨阳在这儿把饭吃完了 然后我把她送回去 不用 你看杨阳这两天 肯定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哪儿好意思 咱让你单独送一趟 聊什么呢 这么热闹 我们俩随便聊聊 好好好 我接杨阳回去 吃了饭得走吧 不用了 今天时间还早呢 我带杨阳回去自己做点 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杨阳 快 回家了 那我给她收一下东西 行 你看 你刚才这话说得 太见外了 添什么麻烦啊 这几天啊 我跟杨阳处得可好 我觉得这孩子 跟我亲儿子似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就是说 其实我挺喜欢孩子的 哪能啊 你看您把杨阳 照回这么好 谢谢你们还来不及呢 对 杨阳跟我说 说你走秀的时候 特别帅 哪天你在走秀 你让我也坚持坚持 好 凯涛 过来帮一下忙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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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箱子呀 他来的时候 不就用书包吗 给杨阳买的玩具 书包装不下了 你给他买这么多东西干吗 我给我儿子买点玩具 衣服怎么了 那孩子那么小 要什么给买什么 都给灌坏了 放心吧 我儿子懂事这哪 灌不坏 来 杨阳 穿着衣服走来 来来来 够了 不不不 我送你们下 行 杨阳 快点啊 没穿上 好嘞 吃饭没有凉 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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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上 杨阳师 要不咱俩再打一架 再打一架 再打一架 我使一袋了 来 够吧 来了 我怎么听杨阳说 前几天有个女的 让你们搬家呀 怎么回事啊 那是房东 没事 当时签好多的时候 出点问题 她那搬身一年 我这儿俩 其实就遇到黑中介绍 已经解决了 放心吧 我话说前头啊 我当初把杨阳放你了 是因为我觉得 她跟着你 比跟着我踏实快乐 你要是管不好她 那我就把她接回来 怎么管不好 她管得挺好的 放心吧 再说你这儿刚新婚 也不方便是吧 有什么不方便的 海涛特别喜欢杨阳 再说了 我是杨阳的亲妈 我要把她接回来 谁还能拦得住我呀 老师叔 我走了之后 我还能够来找你玩吗 当然可以了 那你有空 你能不能来找我玩啊 好的 我答应你 好 杨阳 好了 我给你当个车灯弄出 拿着这个 拿着 好好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那我先走了 走了 拜拜 快点走啊 好嘞 快 你什么意思呀 一开始不是跟杨阳 玩得挺好的吗 怎么张萌一来 你都语无伦次了 我是不是觉得 人亲爹来了 看着我跟她儿子 玩得那么好 我怕张萌 在心里边不舒服 她可没那么敏感 你跟她儿子玩得好 开心还来不及呢 道理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你想啊 如果说我带这个孩子 跟你结了婚 你跟我儿子 玩得那么高兴 孩子他亲妈来了 我前妻来了 你尴尬不尴尬 还挺通情达理的 这孩子呀 这不是亲生的 但是亲生的多好 我这是想怎么疼就怎么疼 想怎么爱就怎么爱 我还用看谁脸色 我怎么觉得你话里有话呀 我就觉得吧 毕竟这孩子 不是亲生的 对吧 你说我喜欢他吧 不太对 我不喜欢他吧 那更不对 所以说这分寸吧 挺难拿捏的 那你就慢慢拿捏 反正呢 咱们时间有的是 日子还长着呢 你要真那么喜欢孩子呢 那 怎么着 大不了咱把杨杨接回来 咱俩养 可是 但杨杨她毕竟她 不是咱俩亲生的嘛 再说 杨杨跟她爸关系那么好 你说咱把杨杨接到咱们这边来养 人家不生生地把人家爷俩给拆散 不 我没有说不同意 你把杨杨接过来咱们养 是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呀 杨杨虽然不是你亲生的 但她是我亲生的呀 你就当她是你亲生的 多给自己洗洗脑就行了 行 行 你不说了 咱吃饭吧 太凉了 多热热情 那这事真是 什么洗脑洗过来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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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给我买 是王叔叔送她 她还给我买了一大颗瓶银的 有 秦天柱 大黄蜂 救护车 还有铁皮 杨杨 爸爸得好好说说你呢 你去之前 爸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不能随便跟王叔叔要东西 我没有 王叔叔是主动给我买的 他主动给你买的 你也不能要 你就不能随便要别人东西 我 为什么不能要啊 你们老是没教过你啊 就不能随便要陌生人的东西 那王叔叔又不是陌生人了 他不是陌生人 那我是陌生人啊 对不起 妈呀 爸爸最近可能太忙了 心情不太好 杨杨 咱就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这关系到一个人的自尊里头 自尊是什么 很贵吗 你能买碧英金刚吗 自尊是不可以用钱去衡量的 我们身为男子汉 要真想要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赚钱去买 你不能等着别人送 或者跟别人要 那我还没有到赚钱的年龄啊 之前你说做家务可以赚钱 洗一次碗一块钱 擦一次桌子一块钱 洗一次碗子一块钱 可是我都干了 你从来没有给我钱 你个小孩子 自己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又不是没关系吃 没关系喝的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身为男子汉 要自己赚钱 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是我劳动了 你也没有给我钱 那我怎么买我自己喜欢的 变形金刚啊 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 你就是了变形金刚 从小一把屎一把尿 得把你拉扯袋 你知道花了多少 变形金刚的钱吗 要不你以后别吃饭了 都给你买变形金刚 行了吧 好 好